依然李倩荣过去硬压怕气打卡风波遭到网友们踏伐 导致演艺事业曲面停摆 性格也因此发生巨大变化 之前他登上podcast节目 探称以前大头症很严重 主持节目时抱着公务员心态 说好录到几点就要准时下班 某次李倩荣准备采访李文 对方因为上一个工作而不断延迟采访时间 当时他已经跟男友约好一起吃饭 因此时间一到就不顾一切走人 让制作单位去收拾烂摊子 如今李文已经离世 他错过了深入了解对方的机会 也因为不负责任的态度 节目组隔年部与他续约 让他少赚很多钱 因此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后悔 此外某次他和杜德韦合作拍摄 但化妆师比较晚到 自己的妆容又花了很久 整整迟到了两个多小时 让杜德韦气到不愿意跟他交谈 后来也因为遇到一位很爱迟到的女性朋友 才认知到迟到真的很不好 因此改掉了这个坏习惯